第五百七十六集 血肉炸开 向英杰死 苍穹榜之名彻底溢主 为夜是天 向英杰的死 让整个世界都忽然安静 剩下活着的几位 戴着面具的强者心中只有恐惧 他们死死的盯着滚滚魔器环绕的夜晨 在他们眼里 此刻的夜晨 便是掌控九幽地狱的魔主 关键昆仑须 怎么又出现魔族的人了 魔族不是早就消失在昆仑须了吗 尤其是夜晨手中的九幽使天枪 幽蓝的光芒闪烁 甚至让周围形成了阵阵阴风 宛如置身于杀戮的地狱 突然夜晨抬起头 冰寒的眼眸扫了一眼 所有人冷声道 跪下 此刻的夜晨眼眸赤红 宛如入魔的征兆 九幽使天枪固然给了夜晨 强大的力量 却同时有着极大的副作用 魔性会渐渐吞噬人的心智和思维 甚至让人变得暴力和残忍 那些人听到如此话语 一正心中恼怒万分 他们的身份 何尝像一个蝼蚁下过柜 但是那冰冷的眼神 仿佛就好像主宰着他们的生命 若是不贵 后果极其严重 人群中虽然有道远镜强者 但是几乎都受了重伤 真正能发挥的实力也就虚王镜 这些实力如何抗衡现在的夜晨 不贵 好 夜晨手臂一震 九幽视天枪便是飞了出去 快如惊雷 而后 一道身躯直接被九幽视天枪穿透 还带着温度的鲜血 溅染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 这种心理上的威压太难受了 有一个人当场承受不住 直接跪下 而后 其余几人也纷纷跪下 没有一人敢继续站着 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固然现在的夜晨 境界不过圣王镜 但是实力足以撼动在场的所有人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贵 夜先生 我们只不过是被向英杰威胁而已 如果知道是夜先生 万万不敢动手啊 还请夜先生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们愿意为您做牛做马 莫宁靠在马车上 看着眼前的一幕嘴巴张大 他可是知道眼前这群人的厉害 在临海城 也算是有着一定的身份 但是此刻竟然向夜晨下跪求饶 足以说明 众人心中的阴影到底有多么深 亦或者是夜市天这三个字 代表了太多含义 此刻夜晨居高临下的 看着眼前的这群人又道 你们愿意为我做牛做马 对对对 夜先生 你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的实力如果恢复 绝对可以帮你诸多 甚至建立属于你的势力 这群人只求活下来 至于是否真的愿意帮夜晨 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稳定了夜晨 直接去找惩罚局的那位大人 这家伙既是夜市天 又杀了享英杰 必死无疑 他们甚至不需要动用惩罚局 只要将消息流露出去 夜市天这个名字 就会有无数人来追杀 我要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夜晨饶有趣味道 对 突然夜晨一步踏出 身上魔气滚滚 仿佛撕裂天地 不好意思 我要你们死 无尽魔气缠绕在 九游四天枪之上 而后不灭之火 骤然释放 火焰弥漫开来 宛如一头巨兽 吞噬了所有人 他们挣扎 他们惊恐 他们想要冲破不灭之火 却是发现滚滚魔气 竟然在周围 形成一道黑色屏障 根本无法离开 片刻后 痛苦的尖叫声渐渐消失 整个世界恢复了平静 此刻的夜晨是一个极端 他很清楚 夜市天的秘密 会给他带来 许许多多的麻烦 这群人无法像夜灵天那样 忠于自己 只能杀了 做完这一切 他转过头 当那赤红而又冰冷的眼眸 落在莫宁身上时 莫宁仿佛如坠冰枯 甚至感觉这个男人 也敢杀自己 好在那赤红的眼眸 很快就消失了 恢复正常 夜晨呼出一口气 便是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莫宁本以为对方 要来关心自己 却没想到 夜晨一个转身 竟然向着受伤的夜灵天而去 灵天 感觉怎么样 夜晨掏出一颗丹药 直接让夜灵天服下 数秒之后 夜灵天才缓和了几分 如此举动 却是让莫宁气得咬牙切齿 再怎么说 她也是一个美女 但是这夜晨 竟然先关怀一个男人 就好像自己的美貌 在夜晨的眼里 什么都不算 甚至还比不上一个男人 店主 我没事 那些人 那些人 夜灵天看到那一只只断臂 以及满地的鲜血和骨骸 眸子惊悚 再看向店主 心中只有一个猜测 难道店主 将这些人全部拿下了 如果真的如此 那也太可怕了吧 他终于明白 先祖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 更是用千年的命数 去捆绑一个男人 因为这个男人 真的有可能会屹立在昆仑须之巅 甚至昆仑须 对这个男人来说 太渺小了 今天 不要再动用丹田 等到了墨家 我会给你抓一副药 服下几次 便能彻底痊愈 是 店主 随后 夜晨便是向墨宁走去 伸出手 一直点在了墨宁的胸口 墨宁急起警惕 夜晨 你要做什么 别废话 你的身材我不感兴趣 我是个医生 话说完 无尽真气向着墨宁的身躯冲了进去 九天悬阳诀是世间致阳功法 真气也是致阳的存在 而墨宁吸入的气体 最为惧怕这种致阳之气 真气滚滚而入 墨宁感觉到胸前有些异样 脸蛋飞红 他的身躯热了起来 衣衫之下 竟然失掉了几分 甚至有些透明 他本想抵抗 但是很快便是发现 自己软掉的手脚 恢复了一丝知觉 他这才彻底相信夜晨 夜晨真的是在帮他 夜晨 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 帮我救救 剩下墨家的人 他们也是为了守护我 才露得这个下场 你若是救下这些墨家人 我付出一切代价 也会帮你在父亲 和哥哥面前说话 又过了几分钟 夜晨松开了手 向着剩下一人而去 墨家这边 还有一人有些气息 便是老田 至于剩下的人几乎死绝 夜晨就算想救 也没有办法 银针飞入老田的身躯 以银针为阵法 老田苍白的脸庞 瞬间红润 随后夜晨取出一株草药 直接给对方服下 草药的汁水散发开来 老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当看到夜晨刚想坐起来 夜晨便淡淡道 我劝你还是不要乱动为好 你体内的紊乱真气 可是会杀人的 说完夜晨便是向着马车走去 并对莫宁道 我的时间有限 赶快启程吧 莫宁点点头 但是老田该怎么办呢 总不可能让他把老田扶起来吧 就在这时 夜灵天恢复了急许 伸出手 一把抓住了老田 老田想要反抗 确实没有一点力气 他很痛苦 老头 别挣扎了 我对男人不感兴趣 说完便是将老田 放在了坐骑之上 随后转头对店主道 店主 可否出发 嗯 帘子后的夜晨淡淡道 夜灵天便是带着老田 向着前面而去 而此刻外面的莫宁 却是面容犹豫 驱动马车的人已经陨落了 必须有人在外面 坐所谓的马夫 他看了一眼紧闭的门帘 摇摇头 默默地坐在前面的坐骑之上 然后一边拍下 马车瞬间向着墨家而去 他从没有想过 他高高在上的墨家公主 竟然会为一个男人当马夫 如果说出去 必然会震惊整个林海城 可是一想到后面 不光坐着夜晨 更坐着那个 让昆仑须 闻风丧胆的夜市天 他还是释然了 不光释然 他必然要为夜晨守护这个秘密 这件事可大可小 若是父亲和哥哥知道 也会对夜晨不利 他的命是夜晨旧的 他也不会做一个 网恩负义的小人 与此同时 一座宫殿之中 墨家 墨家固然从上古时代之后 就隐世了 却是利用多年的时间 建立硕大基业 宛如一方帝王 宫殿之中 一个有着极其威压的老者 正站在一面墙壁之前 这个老者就是 昆仑须墨家的家主 墨维海 墙壁上挂着一块块玉佩 而其中 一些玉佩已经彻底碎裂 化为粉末 墨维海盯着墙壁上碎裂的玉佩 拳头紧握 身上的气息爆发 看来 小宁出事了 墨维海身后 站着一个足足两米的男人 男人身上充斥着 狂暴的炼体气息 煞意滔天 此人正是墨宁的哥哥 墨如风 墨家真正的绝世天才 炼体踏入化缸期 年纪轻轻 更是苍雄榜第701名 她的肉身 一般零件无法破开 甚至相传 墨如风面对十位虚王镜强者 没有动一次手 直接以身躯抵抗一切 更是将十位虚王镜强者 全部震飞 简直恐怖 墨如风眉头紧皱 父亲 小宁的生命玉佩 没有破碎 只不过黯淡了 说明小宁没有事情 我这就去找小宁 麻烦了